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客机空客I380 它的载客量超过500人 它可以比波音747客机多承载100名旅客 而耗油量却减少了12% 更低的燃油费 更多的旅客 意味着可以为航空公司赚取更多的利润 不过同时I380也是有史以来最昂贵的客机 高达3.75亿美元一架 位于法国的图卢兹 空客I380的超级工厂里 自2007年完成首次交付以来 他们的目标就是月产私价超级巨无霸客机 工人一起把整架飞机组装成型 每个机翼的重量大约是37吨 来自全球30个国家的数千家供应商 为他们生产部件 最大的零件是经英国、西班牙和德国制造 从大西洋沿岸经由加仑河运输而来 然后放上卡车运往工厂 这些部件交付到图卢兹时 基本上已经是组装齐全的 液压管线已经置入了机身 所有电气线路也已经安置好了 所以只剩下组装的问题 空客要用外科手术般的精度 把它们组装起来 按规定接缝处界面的中心误差 大约是40微米 基本上就是一张纸的厚度吧 至今订单已达200架 但是只有50架完成了交付 组装完成后 I-380的长度和高度都比波音747要大 其驿展比莱特兄弟的第一架飞机长处260英尺 尽管体积巨大 I-380还要最大限度的节约燃油 所以它四分之一的结构都是由复合材料构成 以此减少重量 德国旱沙航空准备购买15架I-380 每一架飞机的标价达到了3.75亿美元 在这之前 I-380已经在亚洲和南非的航线上 证明了他们的成就 今天这事有史以来 空客I-380首次直飞旧金山定期航班 机长和副驾正在检查飞行计划 之后是签署飞抵旧金山所需的价值 150万美元的航空燃油 在法兰克福的停机坪 它要全速前进了 历史性的起航将在一小时内开始 现在600多件行李 500人的餐食 还有航程所需数以吨计的燃油 正按部就班的注入 航前的准备早已进行了数百次 是在一个假想的260×260英尺的空间里进行 I-380飞机本身占据了大部分的空间 乘客使用三根廊桥登上双层客舱 要花费将近30分钟 世界上最大的客机I-380正准备起飞 22名机组空乘人员正在聆听机长讲话 这也是空客I-380飞往美国的首航之旅 进入这架飞机的500位乘客 将根据票价的不同被安排在不同的区域 贵宾会在上层客舱受到热情的款待 这里只有8个座位 有足够的空间 可以伸展成一张床 大概有7英尺长 你所期待的惯喜是要花费1万美元的票价 还有98名乘客与之共享上层客舱 这里被设计为商务舱 在他们的下面是下层经济客舱 经济舱承载了其余420名乘客 起飞前行李和货物的装载正紧张地进行着 所有的登机工作完成以后 飞机获准进入起飞跑道 空载时它的重量可以达到59万5000磅 装载了燃料、食物和乘客之后 它的重量达到了将近110万磅 本次直飞的尤尔根机长 如很多老司机一样 它喜欢手动飞行 从法兰克福出发 它们向北飞行 飞越荷兰与英国 经由冰岛和格陵兰岛 在到达加拿大的时候转向南飞行 经历大约11个小时5600海里的航程之后 它们就可以在旧金山着陆了 通常在飞行的过程中 紧急病患 恶劣的天气或者是技术故障 是影响飞机按时到达的唯一威胁 意外的迫降就要求乘客快速撤离 联邦航空局的条例 要求飞机故障时的轻舱撤离时间是90秒 I380也是如此 古德里奇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 这里是大型飞机的疏散滑梯建造工厂 2400平方英尺的高强度聚安置面料 要用手工裁剪并联到一起 变成一个巨大的滑梯 膨胀的时候要求它们十分厚重 飞行过程中却要使它们占用最小的空间 I380上层的滑梯大概有55英尺长 从这样的滑梯上逃生是令人吃惊的 一路上它都要处于打包的状态 因为只有这么一点点空间 打包是件繁重的工作 必须要把180磅的滑梯 放进舱门底部的小箱子里 在滑梯安装到I380之前 每个滑梯都要经过 真实紧急状况下的折叠检验 把滑梯放在冰点以下 使其在飞机从30000英尺冰冷高空 紧急下降后 仍然能够正常放出 我们准备到飞机 准备到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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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它的机组 要依靠I380驾驶舱的自动化功能 去监控飞行进程 每15分钟 这些计算机也会悄悄地把飞机的性能数据 上传给法兰克福的机务部门 德国汉沙的I380机队 每天都会做一次专门的设备检查 他们利用I380的自检功能 检测飞行中发生的所有故障 此时他们检查出客舱里的冷却系统有故障 在机翼下方的液压软管存在渗漏情况 这些管线是控制机翼和尾翼操纵面的 两套独立液压系统的脉络 调整它们的位置 可以让飞机爬升 下降和转弯 其中小型液压泵 泰离合器还有凯夫拉软管 把这些液压系统紧凑地结合到了一起 在I380上运作时 他们要承受很大的压力 接下来开始进行轮胎检查 这个轮胎要经历八次的修补 轮回使用才能报废 对于第一次驾驶i380的新手来说 要求飞行员在模拟器中 做70个小时的训练 模拟真实的飞行状况 位于加拿大的蒙特利尔 CA公司制造了第一台380模拟机 每个模拟机都花费了近2000万美元 第一个场景是模拟在结冰的跑道上着陆 i380飞行驾驶舱的功能 是由超过1500款软件 和超过100万行的代码实现 一旦电脑死机或者出现白屏 仍旧可以通过俗称的卫星导航系统 获得可使用的文件 并且这里还有两台备用笔记本 飞行员可以用这些笔记本 重新接入到i380的网络中 以此获取他们所需的技术支持 一旦测试完成 他们就会把模拟机交付给客户 飞行员可以在正式的飞行之前 得到他们所需要的经验 在飞机降落后 疫情人员要负责卸载和装货 他们还有两个装满了行李的集装箱 和货板要托举 后面的有35000磅 前面的这个稍微小点也有26000磅 从统计学上来说 降落才是飞行最危险的阶段 i380巨大的起落架 会承受飞机重达37万磅的压倒性冲击 在加拿大多伦多的古德里奇制造厂 他们生产的起落架 小到私人飞机 大到波音777系列 但是没有哪架飞机的体型和复杂程度 能比得上i380 除了前起落架 i380需要四个支架支撑机身 机身起落架有六个轮子 而机翼起落架有四个 他们一起分摊了飞机的重量 让飞机的起落架足够坚固 只是问题的一半 考虑到燃料功效 起落架的质量要尽可能的小 所以他们采用更特殊的材料 比如钛 制造起落架使用经典原钢做主体 重量达到了13000磅 精力的撑压加工 可以使其在装配前降低到1900磅 他们的目标就是要把产品塑造到重量最小 但是强度最大 整个装配过程要用17个月 各个部件的最后测试 要保证他们能够承受固定次数的起飞和降落 它在空客上面的设计寿命是12年 这个工厂通常会将这个使用寿命周期做到14年 此时这架i380飞往旧金山的首行 也准时抵达成功降落 但是对于地勤团队来说 工作才刚刚开始 他们只有两个小时给飞机卸货和检查 然后补给燃料装载新货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此结束了 感谢您的点赞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 感谢您的设计